嗨 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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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綠川工坊 我是品萱 我是曼雲 然後就是想要跟大家來 就是分享一下關於綠川的故事 那先讓曼雲來跟我們大家講講說 我們工坊是 怎麼一個團體這樣 那歡迎大家來到綠川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綠川市集 那有人之前是有來過綠川 或在綠川附近生活的嗎 可以分享一下嗎 大家都很害羞 這位笑得很開心的 爸爸 有來過 之前有在綠川附近走過嗎 那 那 舊了 現在比較好耶 真的嗎 那你會覺得就是 你會想要在附近就是 排 逗留嗎 非常會啊 為什麼 因為味道比較減少了嗎 而且很多的文創的活動 喔 了解 整個弄得也比較漂亮一點 好 謝謝你 再會 還有別人對綠川比較有感想嗎 好 好 那沒有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 那個綠川的那個 綠川工坊的行程是因為 很久之前的 綠川市集 它有附帶的那個 導覽活動叫 綠川小旅行 那它講的就是 綠川的故事 那其中一些人在那邊發現 就是那時候 綠川還是比較髒亂的時候 他們在 導覽的過程中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為綠川做一些事情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排水道會排廢水進來 那還有很多垃圾是卡在那個角落的 所以他們就想要 組成一個叫綠川工坊的組織 那目的是去改善綠川的水質 還有 促進這邊的居民接地下水道 地下 地下水管 好 然後 那我一開始會 進來這個組織的故事是這樣的 就是 品軒 她在外面有參加一些組織 其實大家可能有聽過是小蜜蜂 那那邊又有一個學姐跟她認識 然後就把我叫進來了 那我一開始就是第一次來開會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綠川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開會都是在晚上 那時候大家就想說 那我們好吧去讓曼雲看一下 綠川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我們是要取樣那個 綠川裡面的水 那我那時候不知道水很髒 我就直接手伸下去 然後抓了一百裡面的苔藓進來 我們旁邊的人都驚呼 超驚呼 我們知道綠川的水痕 現在其實也是有點可怕 然後 那人都非常無懼的 就是非常勇敢的手伸下去 然後後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是因為她不知道 對 就是九位出生之毒不畏虎這樣子 然後我 那個白天再去看了一次她之後 我就很後悔我這麼做 對這就是我當初跟綠川第一次接觸的小故事 好 對那我們就稍微分享一下說 我們工坊在做什麼 那今天其實我們要講的題目是 綠川的一百種時尚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我們攤位 就是我們攤位今天就是 背後有一張有點厲害的照片 就是我們下到綠川裡面 我們去拍了一些 就是時尚的照片 因為我們希望說綠川 它可以是一個時尚的概念 而不是讓我們覺得說 它都髒髒臭臭的這樣子 那 就是既然我們要講一百種時尚 那可能我們就要想說什麼是時尚 我想說換一個角度來問大家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旅遊生活頻道 一個非常長壽的節目 叫做Project Runway 決戰時裝神展台 我看到有人在點頭好開心喔 對但是也許有一些人不知道這是什麼節目 就是它是一個美國的時裝設計師們 就是大家一個實境秀的一個競爭挑戰賽 他們每一天都有新的任務 他們要去挑戰新的作品出來 然後就是裡面心裡導師很帥 沒有啦我喜歡TimGong的 但是重點是就是我很喜歡這個節目 他們有一個很經典的單元 他們每一季都會有 叫做非傳統素材挑戰賽 什麼叫非傳統素材 就是他們不准用布去做這套衣服 但是他們有一個主題這樣子 例如說現在台灣播的這一季 前幾個禮拜 他們就去一個廢棄物倉庫 然後TimGong就是我愛那個導師 就是限制說 30分鐘然後去抓所有 你覺得可以拿來做你的衣服的素材 然後他們就抓完這30分鐘 他們就拿回去他們的工作室 去做這套衣服 那就是 他們這次的題目就是說 他們要從過時的科技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新的作品出來 還有一個新的生命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套衣服 但可能我覺得 大家可能會覺得太遠了 看得不是很清楚 那這套衣服呢 它全部都是用拍立得拼起來的 非常挺然後很可愛 然後還有口袋喔 我覺得有口袋洋裝就是加50分 對那就是 它就是從那個拍立得機裡面 把那個 破掉拍立得機裡面的拍立得拿出來 然後拼成了這套洋裝 那我覺得它就是 充滿了一種態度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非常的青春洋溢 而且它就是 展現了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不是布 它是一個 我們曾經 雖然拍立得現在文青很喜歡啦 但是它代表了一個曾經的那個故事 在那個女孩的身上 那我覺得這個節目它 就算我們 我看它十年前 因為它已經十年的節目了 我就算看它第一季的衣服 我還是覺得很喜歡很漂亮 我在想說為什麼 我想是 那一個設計師 他們把他們的故事 然後用他們覺得做對的事 去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們不害怕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那是一種 就是對我就是不怕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就是因為 它不怕跟別人不一樣 它展現出它自己的風格 所以它才可以一直贏得這個挑戰 然後就是獲得最後的冠軍 那所以我就會想說 那這個態度 在我的生活裡面 我怎麼去挑戰它 所以就是 所以我的挑戰方法就是自備餐具 去做消費 對然後就是 我平常看到品軒它都是這樣的 通常是會有背一個袋子 然後後面一個包包 然後它常常我們要提到 我們要裝食物的時候 它就會像小叮當一樣 就拿出它的拆盒 對 對 大家可能會覺得大包小包 好像很不方便 不像是那種都會新女性一樣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都會新女性該做的事 像都會新女性的那個獨立性一樣 不需要別人給你餐具 你自己就有 你就可以把它帶著走 對然後我等一下 因為現在是空的 我等一下就要去買那個甜點了在那邊 對我就是 所以我們 我們這次在我們的檀位上面 我們就發了一個小小的活動 就是說 帶餐具逛世局就是一種時尚 那如果說你自備餐具來我們檀位的話 就會有我們曼雲 我們曼雲提高的溏心蛋 在攤位上我忘記拿過來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吃 非常非常好吃 如果大家身上有帶自己的餐具的話 就歡迎來我們檀位 就是可以跟你分享這個彈心蛋 因為我們曼雲他是在園藝系的學生 他種滿多香草 他用香草露這種彈心蛋 我覺得是一個完全外面吃不太到的味道 然後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對那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那為什麼我這麼堅持的說 帶自己的餐具 去在外面消費 然後去走動 那其實就是 我先講好了 我就是我自己自備餐具的小故事 就是我自己如果有外地的朋友來我家 然後我就會講說 我就會講說 OK 我家給你們吃給你們睡 然後吃完肉全部我都包 但是我只有一個請求 就是你們要帶自己的餐具來我家 因為我帶你們出去玩 但是你們要自己帶餐具 那我就帶他們穿越大街小巷 然後去走在台中我自己的私房景點 那其中就是 我有一天就帶他們去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向上市場 有一間可樂餅磚賣店 叫做 然後就是 傳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 因為他是一個小小的店家 他會用那個 很好吃 其實還蠻推薦 大家去向上市場的時候 可以去消費 那 當然因為他是用那個紙袋 去裝他的可樂餅 我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就帶了我自己的餐盒 然後請他裝在我的餐盒裡面 給我們用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現在被傳下去了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們在上面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大家拿著我們的筷子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 跟大家一起 就是一群夥伴出去玩的時候 會不會拍這樣的照片 就是我們會 就是這樣 大家最喜歡說 對就是把 筆頁 對 我們就筆頁 然後把手接起來 變成一個星星 那這個東西就是筷子星星 因為我們大家都帶了我們自己的筷子 然後我們一起拍了這張照片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個主意不是我想的 是我請我的朋友 我就要求他們說 請求他們說 你們帶自己的餐具來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來拍這個照片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們一群夥伴 一群朋友 一起來做一些 跟別人不太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可以激盪 然後把這件事情 變得很有趣很好玩 然後拍成這樣的照片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希望它可以變成一個 新的 以後美食打卡照的一種風潮 對就是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也推薦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拍一張 跟別人不一樣的照片 那至於 就是回到我說 為什麼我會 這麼堅持的 帶著這些餐具到處走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進過船 現場有人進過船嗎 還是進過船 去海灘 撿垃圾 現場有嗎 我看到有人點頭 那大家覺得 我們去撿 去撿這些垃圾的時候 撿到最多是什麼 有人要猜一下嗎 知道是什麼嗎 還有別人有 還有知道什麼嗎 吸管嗎 吸管 然後還有 大家還知道了什麼嗎 但是我覺得大家就是 打得非常好 就是其實 很多都是這些一次性的垃圾 就是 包括說 煙蒂 或者是說 呃 尤其是飲料杯這個東西 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真的 推薦大家說 你帶自己的 自己的杯子 然後去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喝飲料 就帶自己的杯子去買它 因為 尤其是那種保利容的杯子 我就不講哪一間了 但是大家應該知道說 某一間飲料商很喜歡用 塑膠的 就是那種保利容的杯子 但是它被 海 被那個水打到以後破掉它 就是破成千千萬萬的時候 我們就會撿到天皇地牢 在那個時候 你下去撿 你就會發現 我這輩子不會再亂丟垃圾了 因為 那真的很可怕 就是 所以我們在上面看到 這麼多 這些 筷子 這些紙碗 然後 某某眼科的 就是 冰淇淋碗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 欸 最差一個話題 大家知道說 綠川流到哪裡嗎 綠川接下來流到哪裡 大家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綠川流到哪裡 好像有話要講 可是我怕講錯耶 沒關係啊 你講你講 桌水溪嗎 桌水溪 你好可愛喔 你好可愛 對啊 我覺得我想要Cue一個一定知道的 但是大哥都一直假裝 大理 烏日類的方向去 對啊 往大理嘛 就是往烏日類的方向去嘛 就是 就是 我們綠川啊 他會一直 我們從 我們比較大家認識的綠川 就是公園眼科前面這段的綠川 但其實他會過建國路 下去一段以後 上來在酒廠後面 然後 會一路留到醒修工 留到中興大學 留到喬太 之後接到舊漢溪 然後就像大家講的 就一直往烏日的方向過去了 那 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 水會最後到哪裡去 是到海裡面嗎 對不對 那 就是 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 2050年的時候 科學家預測 就是 在海洋裡面的塑膠垃圾的重量 會比所有的魚加起來還要重 那 這個還是 比較保守的估計方法 因為他們估計那個魚 都還是 維持現在的這樣的穩定的數量 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到很多 就是 例如說 海龜被吸管謀殺的新聞啊 或者是抹香精 擱淺然後切開他的肚子裡面 全部都是塑膠垃圾的這些新聞 就是我們 我們使用了這些方便的東西 但是他可能就是漸漸的在 讓一些生命因此也跟著消逝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的想法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自己自備餐具 就是一種進川 因為你就減少了一次這些東西 跑到環境裡面的機會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種 新的生活的提案 然後也鼓勵大家可以一起來嘗試看看 就是 就 我的頭伴們講得很好 就是要帶我們出去 然後我們要購買東西的時候 就說 我要用這個裝 就好像有聖光一樣打下來 就是 一種 我們今天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我就是鼓勵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說這樣的生活提案 也許就是一種新的時尚 對 那這個是其中一種我覺得的時尚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既然我們今天來到中區嘛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綠川的歷史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 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 brain is new sexy 就是你的 你腦裡面知道的東西跟別人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一種新的時尚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 日治時期的綠川 為什麼綠川 叫做綠川 的那個時候的照片 對 然後大家應該覺得 哇很漂亮吧 跟現在的綠川 不一樣 就是 其實 綠川以前沒有名字 那我們這個 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啊 比較低窪 所以綠川會氾濫 它會 就是這邊都沼澤地很濕 所以 因為會氾濫 不太適合人居住 那 後來日本人來了 他想要在這邊做一個城市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整治綠川 他把綠川固定成現在 我們看到的這個位子 在這個地方 他把水固定在那個地方 不會亂跑以後 他們才可以畫 我們現在這樣看到 很方正的這些街道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來這邊走 就是 每條道路都很筆直 都很垂直線有沒有 跟別的地方稍微不太一樣 就是叫做棋盤式街道 那他們必須要先把 綠川固定在那個位子 他才可以畫這樣的街道 那規劃了這樣的市政以後 再加上鐵道 所以我們台中文史附近 很認真在推的就是 就關於那個綠空鐵道的這個故事嘛 那 還有鐵道我們才可以把人引進來 住到這個地方 因為以前這地方 我是說本來 泛濫成在 大家不會願意來這裡住 但是因為規劃了 他們才願意來這邊住 然後漸漸的聚集以後 台中市才發展起來 所以這是我們台中的發源的故事 就是綠川跟鐵道 然後還有這邊的街道 對 然後 可是大家看這個照片嘛 就是剛剛看到這個照片 大家應該覺得 沒有現在這個味道吧 應該雖然我們聞不到 但是應該沒有這個味道吧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他這麼美麗 就是日本人想要把它規劃成像京都 因為那個時候的總督 佐久珍佐馬太 他就是路過 他其實是來參加台中一個神社的祭典 那他路過他覺得這邊這麼漂亮 他本來因為 我們這條中山路叫新聖通 所以他本來叫做新聖川 新聖溪 然後 可是因為他就覺得這邊這麼綠這麼美 所以他就把它改名叫做綠川 那綠川的故事是這樣來 就是他那個時候他這個樣子 所以他叫做綠川 但是我相信日本人那個時候應該不會 就算現在我們去京都 我們應該也不會 聞到這個味道吧 那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台中人 我 可是我 小時候一直不知道 綠川是一條河 我以為他是臭水溝 真的 我覺得很慚愧 但是是真的 雖然 就是 所以參加 我就是參加那個第一次小旅行 然後結成了一個夥伴之一 那 就會覺得說 怎麼發生的這件事 其實剛剛 罵人夥伴有稍微帶到 但大家知道 他怎麼了嗎 為什麼他臭臭的 有人知道嗎 我想要Cue大家 我覺得這邊都固定 幫頂章還是要Cue 家庭廢水 對 家庭廢水 因為 我們的 就是 因為今天我們在室內 沒有在綠川邊上 所以沒辦法只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大家 有路過綠川會 可以注意看一下我們旁邊 有那個排水孔 然後你站在排水孔上面的時候 味道會 特別的明顯 對 然後你進去看那個排水孔 它會 有一些顏色 那就是可能就是我們 家裡面用的這些化學的 藥劑 或者是清潔劑 它就殘留在那個地方 因為它就 有這些味道 那 我們其實這些水 應該是 要 就是 接管 就是把它接到污水處理廠 就像剛剛大哥講的 就是 其實福田 福田污水處理廠 是我們台中污水處理廠 它在 就是比較下游的地方 就是在 無日的那個地方 那 但是大家知道我們 台中的那個 接管 就是家戶要接管到那個污水管 那個污水管才會 去去去傳傳傳傳傳 到那個福田處理廠去做處理 大家知道台中的 接管普及率是多少嗎 有人要猜一下嗎 第一排都會一直被我Cue 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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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沒有人要 有人大家覺得 比這個高還比這個低 比這個高還這個低 可以用眼神暗示我會去採訪你 多一點吧 四十五左右 喔 其實是少一點 還有人要猜 對啊 二十二 對啊 然後 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關心這條河川 我們去查這個資料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台中的接管率 是十六趴 對 而且就是我們這個團體結成 大概一年快兩年了嘛 那從十二也成長到十六而已 對 那其實很緩慢 我們如果說希望一條河流 它是一個我們願意清淨它的樣子 我們可能至少要到七十趴 但是 我們遠遠的不及這個數字 其實台中 台中很 很哀傷的事情 就是我們是五都之末 可是我們的重畫是第一名 對 就是重畫應該是要把這個城市變得更好嘛 我們一直在做重畫 但是我們沒有關心我們的河川 我們的排水 然後 最綠川就變成這個樣子 欸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知道說 你家有沒有接管嗎 這個東西 這個是清除孔 就是他們以後如果要維護啊 那個 孔的話 就是外面會做這個清除孔 如果你家 前門 或者是後巷 有這個小小的這個孔的話 你家就是有接管了 對 你看看你家是不是那個十六趴之一 很 很珍貴耶 真的 所以說 如果大家 附近有在做這樣的工程 就是烏水下有到的工程 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然後踴躍的跟他們 跟水利局反映說 我們家想要接管 其實你接管就是 對我們環境真的會好一點 那 當然我們有講說 它 時程還 可能真的還很長 但是 有一些是我們現在就可以做 而且我覺得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用 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清潔劑 就是例如說 我們盤位上面有那個小蘇打粉 如果大家有自備自己的容器的話 你們也可以直接來跟我們要 我們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可以試試看用 不是這些化學的東西 的清潔方式 它其實 對我們的身體也比較友善 就包括說我們如果自備餐具也是一樣的概念 因為 紙餐盒上面其實有 塑膠 就是你們雖然以為它是紫的 但是它其實 用熱水燙過 你看撕起來一層 那層其實是塑膠 什麼是塑化劑 可能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那我們也用比較 對比較 自己有比較友善的清潔劑 我們不會吃到什麼 那個洗碗精啊 或者是我們的衣服 對我們的皮膚 也會比較好 那 我覺得這次最根本的做法 其實也推薦大家說 例如說你們可以來我們攤位 然後跟我們手取這樣的小蘇打 回去試試看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說 你洗什麼東西 你覺得最 最有效果 這樣子 那 或者是說 對環境比較友善的肥皂 其實我們今天有一些 堂位也有帶這樣的產品來 其實大家也可以去尋寶一下 也許就找到適合你的這個產品 然後也對環境比較友善 對 那今天大概這個是 我們的小小的分享這樣子 那 也 其實我覺得大家會來參加這個市集 就是一種時尚 因為我覺得這個市集很好玩 我們知道一些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 可以來參加這個市集的人 我覺得都已經非常fashion 那 也謝謝你們來聽這場演講 就是小小的講堂 希望大家也覺得這是一個 史上的 一個小小的分享這樣子 那 既然 我們今天 有幸大家在這邊 我們可以一起拍張照嗎 可以嗎 那 因為我們攝影師在這邊 對 那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市集 叫做什麼 三條線對不對 三條線 那 三條線其實都穿嘛 因為我們有三條線 那不知道各位大家 大家願不願意跟我一起做這個指示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攝影師在後面 對 轉過去就好了 對 轉過去就可以囉 找到鏡頭 好 好 OK 謝謝大家 那如果說想要了解說 例如說你想要自己製作 對環境友善的清潔劑 也可以到我們的檀位 詢問 因為我們有一些小小的食譜 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今天都有在中區走動的話 其實下午有一場那個 一個水利基金會 他就要辦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他要辦 我們要在1095的樓上 1095就是專門在關注移工的議題的這個團體 1095他們新的據點 樓上他們要辦一個東南亞的 就是他們邀請兩個新住民媽媽 一個是英尼一個是越南 他們要來分享他們 他們國家的水的故事 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邀請很多新住民 或者是移工 來分享他們對濾川 他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他們有什麼樣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 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活動還滿有趣的 我覺得下午兩點 然後在1095的樓上 大家可以去問一下1095 對 然後如果大家下午還在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去聽一下 在濾川 我們經過了這麼多時間 我們有這麼多的人 跟他一起生活 那如果我們彼此認識 也許我們可以讓這個濾川變得更美好 對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參加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個大家圖片請還回來一下 謝謝 對 謝謝 這邊 全部都在這邊